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儿 女婿 大有件事 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爸 刚才收上通知 拿个税前的事情下来了 咱们家封了两套房子 这是好事啊 天忆啊 咱们待会儿回去 做点好吃的 庆祝一下 我想 爸 你是不是有啥事情 你就直说吧 我想 我想封一套 给你妹妹她们家 你们看行不行 凭什么呀 妹妹是嫁出去的 我是留家里的 凭什么分我们的房子呀 这事我不同意 珊珊 你是知道的 你妹妹她们家很困难 到现在 都还在租着房子住的了 那我不管 当初是你把我留家里的 她是嫁出去的 是别人家的人了 这房子不能给 你们都是我的女儿 这守心守备都是肉 我看她过得不好 我的心里难受啊 妹妹过得好不好啊 那是妹夫家的事啊 你就 比她这么心脏行不行啊 刚才爸说的对 妹妹她不是外人 给她分一套房子 那是应该的 说不定 咱们真的给她一套 人家还不一定要呢 话说回来 两套房子 咱们也住不过来啊 你仔细想想 妹妹她一直对咱们都挺好的 人有时间 看重的不是金钱 而是心意啊 在心意面前 金钱才是外人啊 父母对待子女 都是无私的 就像我们自己的两个孩子 如果将来哪个过得不好的话 我们肯定会多帮助那个孩子的 你说对不对 匡切房子本来就是爸妈的 她想给妹妹一套 就让她给吧 一家人 和和睦睦的多好 吵吵闹闹的 有什么意思啊 我这个做女儿的 还不如你这个上母女婿 你说的挺对的 要不咱们 就给妹妹一套房子吧 既然你想通了 那咱们就去找爸 表明咱们的态度 免得他伤心 好